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市场情况 那么澳洲股市在昨天是顺利的引来了第九天的连涨 昨天周一开盘继续是上涨0.5% 收盘是达到了5956点 那么昨天是全靠着澳洲本地的金融和银行股的上涨 带动着大盘的收高 中国方面依然现在是五一长假时间 上海和深圳并没有开盘营业 欧洲方面表现也不大 除了英国是有轻微的0.5%的下跌之外 德国和法国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但是幅度也非常之少 在其他方面 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有轻微的变化 只是科技指数的涨幅 昨天稍微有些多达到0.7% 也继续创下纳斯达克指数的历史新高 在其他方面 黄金价格昨天大跌大约是1% 现在目前重新跌到了1250几的左右 石油价格也是一样 从50美元再次跌回到了目前的49.50左右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跟大家着重说一下的 就是现在比特币破万 引起的中国股市的再度引发关注 我们知道最近比特币的走势一直是向上 我们去年也说到好几次 比特币曾经是倒过了七八千人民币 之后又会掉到了5000块钱左右 现在如今又再一次上涨 而且是超过了1万人民币一枚 这个价格已经超过了真实的黄金的价格 那比特币如此的上涨 是不是因为人民币的贬值 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呢 咱们之前说到 这个比特币为什么会这么热场 全世界超过95%以上的交易量 是来自于中国买家对于比特币的交易 而中国买家除了炒作比特币以外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比特币由于其匿名性 以及转账的及时到达 使之成为在金融 特别是在外汇的额度用满之后 用来转移资产的另一种途径 虽然这个国家也是三令五身 也是几次打压比特币 但始终由于它的交易平台是世界平台 所以即便是中国这边被压制住 但是你无法阻止通过其他的渠道 去购买以及交易比特币 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 比特币的走势越来越高 其实也说明了一句话 是什么呢 在我们看来 比特币的走高也意味着两点 第一 在国内目前可以选择的投资项目相对比较匮乏 第二呢 也正是因为民众对于人民币未来缺乏信心 才会铤而走险去购买那些 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网络虚拟产品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会有这么多的资金去炒作这个比特币 假设我们知道在国内有一点相对比较靠谱 又或者呢 这个回报率稍微能令人满意一点的产品 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不会通过去购买这个虚拟的货币 来实现保值或者是资产转移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我们知道实体经济目前回报率相当之低 加上呢 目前的这个房价处于特别高的位置 随时有可能被打压 而且呢 拿在手里还有可能卖不出去 因此 除了这两类之外 股票依然是目前的死气沉沉 投资者可以选择的产品非常的有限 那么这也使得比特币这一类的风险性投机性产品呢 在目前是大受欢迎 但是我的个人 我一直是不认可比特币的价值的 虽然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噱头或者是头衔 说是它的发行量有限啊 或者是不受任何国家的这个插手 或者是调控或者是受干预 但是它归根结底 它只是一个网络的虚拟产品 它并没有实际的国家信用 以及经济作为其后盾和担保 所以这么一种机制产生的一种货币 甚至于不叫货币 它只是一个网络的虚拟数字和符号 却能产生如此大的价值 那不得不说 其实在很多时候 金融行业真的能产生非常多的泡沫 从比特币的价值就可以看 就可以看出啊 人们在炒作这些根本没有其本身价值产品时 心态是如何一种心态 但是从比特币的事件呢 咱们不得不又会联想到中国的股市 为什么这么说 正如我刚才所说到的 民众也正是因为目前投资的种类和选项比较匮乏 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我投什么呢 都拿不赚不到钱 放在国内钱还会贬值 这时候怎么办 那就会想着保值或者是把资金转移出去 但是我们另外这么想 如果今年是要死了心 铁了心 打压房价 那么我们说到在过去几年所积累下来这么多的资金 房地产这条路去不了了 那么按理说 金融这条路就应该会打开一扇窗 虽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中国的A股市场依然没有冲破3200点 更不用说3300点 但是呢 从长远的角度来出发 这个如果房地产 这一个占用大量资金的行业被堵住了以后 我们可以考虑 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 在我看来就是金融行业 所以说呢 这个金融和地产是最吸引资金的两大行业 从目前情况来看 如果这个人民币又不能换成外汇汇出去 只能留在国内 那么港股是一个方向 这个比特币是一个出口 除此之外 仍然有大量的资金 这些资金呢 依然是在寻找新的投资项目 所以说 如果呢 现在今年股市有所起色 我相信 大量的资金推动之下 中国的股市在今年会有比较好的变化 那么接着咱们来看一下今天要说的产品 昨天说的是澳元 今天我们说的是英镑的长期走势 我在几周之前说到呢 英镑曾经要突破了这个过去半年以来的这个下跌趋势 目前的情况来看 英镑已经非常明显 已经是突破了这个前期的低迷走势 是呢 走出了一个较好的 这个不错的起步投行 那么在未来的情况来看呢 如果在下周一的时候 法国第二轮大选结果是跟之前大家所预料的一样 是支持欧元区的那位大先 留在法国 当选法国总统的话 那么英镑我相信呢 他会将像欧元一样出现较为大幅的上涨 我们知道去年的时候呢 英镑是最高 不能说最高吧 就说以平均大约是在1.44至1.45左右 现在的价格呢 也仅仅只有是1.28 距离1.44 还有整整1600个点的幅度 我相信呢 即便是1600点 我们折一半啊 以800点来计算 那么从现在的1.28 800点呢 到1.34至36这个区域 仍然是非常有可能达到 那最后呢 我们今天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 下午的时候呢 澳联储已经发布了利率声明 澳元依然是在历史最低 1.5%不变 到了晚上6点30分的时候呢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制造业 PMI 感谢大家呢 收看今天GoMarket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